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于情于理 我都愿意帮这个忙 那我替我爸啊 谢谢何总 感谢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萌萌 你刚下班吧 是呀 是不是还没吃饭 我吃过了 今天可是我亲自做的哦 你做的 对啊 快尝尝 顺便可以给我提提意见 天哪 今天是太阳从西边升起 尤其下厨做饭 她都做了两天了 光这杏鸡炒鸡蛋呢 每次做味道都不一样 那我不是想多练习一下吗 你们今天尝尝 是不是味道比昨天好多了 味道不错啊 有进步 我就说吧 做饭是拦不倒我的 不好吃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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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我今天来我就主要想 找老何 帮我干嘛 没问题 不是 人家还没说帮什么忙呢 不管是什么忙 只要蒙蒙拜托了 那就得帮忙 是这样的 那个 我有一个朋友 你们见过 就是上次游戏生日 在餐厅大堂里的那个陆继鸣 陆总 陆总我记得 他想约你 最近双薰和清禾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吧 我听说了 我们公司有清禾的股份 不听说也不行了 清禾的老板是陆总的爸爸 你也知道清禾现在很危险 陆总就想跟你聊聊 看有没有机会跟任宁合作一下 老何 那你就安排时间见一下呗 行 那我就让秘书安排时间 咱们尽快见一下 太好了 谢谢老何 既然你是宁萌的朋友 我就不瞒你了 其实你们来找我之前呢 双薰已经跟我们公司联系过 意料之中 既然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办法 他们也能想到 看来陆总确实对双薰很了解啊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你们来之前呢 我刚跟公司的各位高管 还有董事们开了一个会 大家对于和清禾达成 一致行动人这件事情呢 都非常致致 清禾毕竟是一家 资质非常好的公司 老陆总这么多年 对环保的事业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这在行业内都是有目共睹的 于情于理 我都愿意帮这个忙 那我替我爸啊 谢谢何总 哎 感谢你 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陆总 你这也太见外了 你和宁萌那是好朋友 宁萌和我女朋友呢 又是多年的闺蜜 咱们这个关系 可比一般的关系要近得多 再说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呢 能帮到老陆总是我的荣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